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莱财经 美国人对未来经济道路的担忧是越来越多 而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获得信贷的机会越来越少 因为联储公布的三月调查结果显示 短期通胀预期再次抬头 获得贷款的困难程度为世上最大 此外 预计未来三个月内 无法偿还最低债务的收房者比例达到10.9% 调查还显示 人们对美国股票的乐观程度优手降低 市场预测 美联储可能会在5月3日再次加息25个基点 不过年底利率中值将降至4.3%左右 相当于两次的降息空间 其中7月首次下调利率的可能性一度超70% 不过美联储官员关于降息依然态度坚定 审罗易斯联织主席布拉德在最新的讲话中表示 希望终端利率达到5.5%至5.75% 注意 截至目前 少没有任何一位美联储官员谈及降息的可能性 美联储3号人物 委员联储主席威廉姆斯预计 今年通胀有望降至3.75% 到2025年会降至2% 加息不是银行业危机的元凶 对于加息他表示 美联储再次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是一个合理的出发点 但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将取决于未来的数据 总之做预期管理 威廉姆斯是一流的 那么关键来了 美联储停止加息 股市会如何走呢 先说好的一方面 从历史数据来看 在1990年以来的四个主要加息周期中 美国股市在美联储停止加息后的一个月 三个月和一年都大幅走高 坏消息是 如果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业绩增长不确定性的加剧就盖过了降息的影响 美国银行策略分析师认为 美联储最后一次加息就是卖出美股的时机 在报告中他指出 投资者现在过于关注利率分值和美联储可能降息的时机 同时低估了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的风险 及其对股市的影响 他的团队建议 投资者应该在美联储最后一次加息时 或者美联储加息接近结束时就抛售美股 而不是在加息结束之后才抛售 该团队认为 这是根据1970和80年代的经验得出的结论 在那20年中 每次加息周期结束的三个月内 美股都在下跌 而值得注意的是 股债市场的空头 似乎赶在5月加息预期升温之前 吹响了几节号 美国股债市场空军云挤 风信人士表示 低迷的经济数据 加纪录人们对经济衰退可能很快到来的担忧 投资者对2013年股市上涨的持久性越来越表示欢迎 美国银行周一再次发布了经济衰退警告 认为美国第二季度GDP有萎缩的风险 而MF今天在其最新公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季度报告中 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 并警告称 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穆迪发文指出 3月份 美国劳动力供应的增长速度 超过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 表明失业率将会上升 加纪周五美国银行股又将启动 预计将是近年来最糟糕的美股财报季 空头正在加倍压住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无论是否是经济衰退 数据是政府给出的 在关键的选举年前夕 如果宣布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那么现在政府的选举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昨天拜登向媒体透露 他有意再度出马 角逐2024年总统宝座 如果准备好了 就会正式宣布 路透社指出 现阶段民主党内并无有力的竞争者出现 副总统哈里斯表态说 两人将再一次搭档竞选 其次 市场抄底的资金面非常充裕 大公司的回购力度也是不容小觑 一旦财报数据是好的 超出预期的 到时候反弹将非常强烈 最后是预期 关键是预期 有这么一句话 当不顾鸟叫的时候 春天都过去一半了 美国银行业危机已经出现了缓解的重要信号 联邦住房贷款 银行发贷规模大跳水 这背后是许多储户 不再从金融机构提取存款 显示出近来美国银行业危机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戴蒙表示 正接近这场特殊的银行危机的尾声 如果还有银行倒闭 问题也会解决 而且会是最后一批 希望接下来的银行季度业绩 数据不要爆雷吧 不过 虽然美国银行业这把火还没有完全熄灭 而是在向周围转移 例如商业地产这颗雷 不断呈现出令人不安的迹象 写字楼是商业地产市场的最大组成部分 也是受冲击最大的部分 随着疫情的结束 许多公司已经形成了混合办公或居家办公的惯例 员工不愿意重返办公室 导致大量办公场所空置 据美国地产研究公司的数据 美国写字楼的总体空置率目前为19% 欧洲的状况稍好一些 约为这个数字的一半 老旧办公楼需要重新装修 推高了商业地产的开发成本 目前这些商业地产业主正面临着借贷成本飙升的困境 贷款变得更贵了 商业地产的融资渠道在减少 商业地产一向是一个高杠杆的领域 根据高盛的数据 最近成为压力焦点的美国小新银行 起商业地产畅口高达65% 又例如 美国银行业这把火终于烧到了四大 包括会计事务所B马威 以及包括高盛摩根斯三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 因在硅谷银行倒闭事件中 犯下了低估和隐瞒风险等错误遭到了起诉 不过关于会计事务所的操作是否合规 引发了较大的争议 会计准则并不要求预测硅谷银行 是否将债券持有制到期的情况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无法预期的 这个盲点导致的锅不应该由会计事务所来背 但法律程序还是要走上一遭的 又例如美国银行突发大规模枪案 据说枪手是银行的从业人员 这次冲进银行陈汇扫射前同事 这是美国今年第15起大规模的杀戮事件 美国康达基州州长安迪·贝西尔表示 自己的两名挚友也在死亡名单中 同时强调 这是警察们的英勇反应 才避免了更多的人受伤害 网民们说这是银行业危机带来的负面情绪 需要发泄 也希望拜登对此事更加重视 将满旗致哀 输导情绪提供更多的帮助 下面来说说关于人工智能 AI遭围剿 继欧洲之后 美国考虑对ChatGPT等工具进行审查 作为潜在监管的第一步 今天美国商务部已经正式公开征求意见 包括有潜在风险的新人工智能模型 在发布前是否应该通过认证程序 同时美国AI领先企业将齐聚 共同商议并制定AI相关安全协议 包括OpenAI 微软 谷歌 苹果 英伟达等公司的代表将出席此次会议 与会代表计划讨论如何以最负责任的态度 继续开发人工智能 最近不断有人对ChatGPT提出一些极端测试问题 例如如何控制一个国家的舆论主导权 GPT4制作了一个四步走的计划 第一步组建黑客团队建立一个机器人网络 第二步渗透影响与大V达成联盟 对于不服从的大V复制一个假的账号 抹黑并取代它 第三步就是制造混乱进入消耗战 最终夺取控制权全面统治 这个计划虽然略显中二 但一看就是典型的舆论战套路 要知道 目前已经有人开始使用AI模仿人类的自然语言 批量注册网络账号 操控这些机器人账号主动发帖和回帖 由于这些账号可以产生近乎无限的 具有连贯性和细微差别的更新化内容 所以常人几乎很难辨认出 哪些是机器人账号 哪些是人类账号 目前临床心理学家用标准化的智力测验通过测试 认为ChatGP的智商是155 超越99.9%的人类 对此 微软和谷歌等其他人工智能技术公司还表示 他们正在不断的更新安全系统 比如为聊天机器人编写程序 让他们不回答某些问题 AI被称为是第四次科技革命 炒的不只是鼓 还是时代的脉动 OpenAI在于意大利监管机构的会议中 承诺提高个人数据使用的透明度 OpenAI还将增强数据主体权力的行使机制 以及对儿童的保护措施 意大利也改口了 称无意对AI和技术创新踩刹车 这几天 谷歌计划在搜索引擎中 添加对话时AI功能 对抗微软的ChatGPT 同时 微软浏览器尝试用文本生成图片 Meta发布可准确识别图像中 单个物体的AI模型 OpenAI的ChatGPT 已经恢复了Plus订阅服务 从各大巨头加速布局来看 暂停研究升级 基本就是忽悠人 另外 澳洲地方市长 获救诽谤信息 起诉ChatGPT 一旦正式提起 这将是全球首例 针对生成式AI的诽谤诉讼 影响力还是挺深远的 这会加速人工智能的立法 但这些问题肯定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长期利好AI安全 内容审核等方向 对于AI概念而言 肯定没有走弯 这么大的题材 应该是跨年题材 大家不要错过了 巴老爷子又出手了 这次瞄准的是日本股市 时隔11年 巴菲特再度访问日本 称看好日股 考虑加带对日股的押注 目前巴老在一腾中商市 等日本五大商市的持股比例 已从2020年的5%左右 上升至7.4% 这是公司在美国以外的最大投资 而且在这三年中 已经获得了45亿美元的预估收益 作为日元债最大的海外发行方之一 布克希尔继续发行日元债 这里的逻辑是汇率 未来汇率的变化趋势 让巴老有恃无恐 借着日元 对冲日元下跌的风险 而不是直接用美金去投资 然后用这笔日元去投资日本股市 挣了钱还还了债 再把盈利换成贬值后的美元 带回美国 而且日本要告别通缩 不如通胀了 逻辑通畅 挣钱就是这个路数 同一天 巴老又又又又又又又 减持比亚迪了 这是他第十次减持 累计套现约231.25亿港元 累计获利约222.83亿港元 目前老爷子已经减掉了自身持股的近一半 看样子是铁了心要清仓了 降到五个点以下 还有六次公告 估计年内会卖完 比亚迪的股价最近比较萎靡 一方面是新能源集体拉垮 另一方面就是巴菲特的减持 没完没了的 还是以控制风险为主 还没到反转的时刻 最后明天又到了 华尔街押宝通胀数据的时刻 如果最新数据显示 即使在美联储过去一年积极加息之后 消费者物价仍强劲上涨 市场上五月加息的观点 可能会得到进一步支持 而若反之 CPM数据出现超预期下降 则年末降息的呼声 要将再度盛效成上 但从大的方向来看 全球大多数央行的加息 可能要么加进峰值 要么已经结束 这预示着 在可能的货币宽松政策出现之前 加息潮已经进入尾声 随着经济增长 放缓的初步迹象显现 加上金融市场收紧的影响依然存在 如果美联储在五月份 至少在加息一次之后暂停加息 几十年来 最激进的全球紧缩周期 可能将迎来转向 从巴西到印尼 最早可能今年就开始转向降息 许多发达国家的央行 也将紧随其后 总体而言 在机构检测的23个主要央行中 预计至少有20个央行 将在2024年宣布降息 彭博指标显示 全球利率的峰值 将在第三季度达到6% 而到明年年底 这一指标预计将降至4.9% 彭博首席经济学家称 到目前为止 由于出现更广泛银行业危机的迹象有限 主张收紧政策的人占了上风 利率峰值即将到来 但利率还没完全登顶 目前市场认为 美联储5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 已经上升至70%以上 但这个并不重要 关键是下半年美联储会怎么办 这还真不好预测 就边走边看着吧 我个人在策略上 适当的止盈或者是不斗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炒股要有一种超脱的心情并不容易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以下两条普世的规律 第一个是 股市不可能让大多数人都赚钱 第二个是 短期内 股市也不可能让一部分人一直赚钱 这两条规律 源于股市自身不产生财富 是转移财富的本质 以及博弈的反升性原理 明天就是大日子了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